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后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 白宫拒绝证实派军舰驶进南海岛礁 美联储企药显示 由全球经济推迟加息 温哥华东选区 三位华裔候选人对垒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8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对于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批准美国军舰 进入中国南海新舰岛礁12海岭内航行 美国白宫8号并未直接证实 但表示这并非挑衅中国 在过去美国军舰执行过类似的任务 奥巴马也一再强调 美国在南海享有自由航行权 白宫犯人欧内斯特8号在记者会上 并没有证实奥巴马批准了美国海军军舰 驶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的决定 但表示美军舰船自2011年以来 已经至少执行过五六次类似任务 中国并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 欧内斯特重申 美国在南海并没有主权主张 但美国鼓励各方 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争议 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商业流通 他还指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奥巴马在华盛顿会晤时 奥巴马也强调了美国将按照国际法 在南海自由航行飞行的权利 对于有媒体质问 近期美国结束TPP谈判 并且早前发出制裁 中国网络活动的威胁 这些举动都是在直接挑战中国 对邹内斯特表示 可以理解中国有这样的想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 凤凰卫视 王平如来大力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联储最新公布的会议 纪要显示 尽管美国经济和就业前景向好 但全球经济的情势 包括中国经济放缓 可能会抑制 美国的经济活动和通胀率 让美联储在9月仍决定 赞不加息 美联储8日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在9月17日的会议指出 美国经济和就业持续好转 委员会对于美国的经济展望 也没有出现实质改变 但海外经济情势的发展 让委员会决定谨慎等待更多信息 来证实经济前景并未出现恶化 中国经济也是会议的讨论焦点之一 纪要显示 中国经济放缓和其溢出效应 可能会抑制美国出口 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担忧 已经导致美元进一步升值 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也可能在近期抑制美国通胀率 许多与会者都认为 海外经济情势对美国的影响较小 但仍可能会稍微抑制美国的经济增长 华尔街日报分析则指出 委员会也展现出对美国通胀率的担忧 许多委员认为 就业表现已经或即将符合加息标准 但部分委员仍表示 近期全球经济和金融情势的发展 让他们对于通胀率会逐渐回升至 2%的信心并未增强 不过多数委员仍同意 若经济和就业持续好转 通胀率仍渴望在中期 逐渐回升至目标水平 防卫市李卓军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另外担任加拿大北市省议员 长达19年的关惠珍 今年决定转换跑道 接下联邦新民主党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戴惠斯的战袍 出战温哥华东选区的国会议员席位 关惠珍将主打住房 托儿经济移民反空等议题 希望以省政的高人气 为联邦新民主党 保住温哥华东选区的席次 在加拿大北市省市政坛 打拼了二十多年 关惠珍曾经是北市省第一位华裔厅长 从政二十年来 经历过六次选举 全部获胜 新年转战联邦政坛 接替自1997年以来 一时担任温哥华东选区国会议员的 新民主党元老利比·戴惠斯 戴惠斯 谈到选区最关心的议题 她表示 宽慧珍宗 宽慧珍补充 宽慧珍补充 温哥华东区涵盖了全加拿大最贫困的社区 包括住屋需求 长者福利 移民安置等 很多都是联邦政府管辖范围 由省府转战联邦 就是希望更好的为选民发声 而在该选区代表联邦保守党出战的 则是华裔候选人James Lowe 批联邦自由党战袍的 则是另外一位华裔社区活跃人士 Edward Wong 凤凰卫视 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我们的关系拉美和加拿大 今天的重要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上个月爆发的大众委屈门丑闻 已经让大众公司的形象一落千丈 大众集团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麦克尔霍恩 周四在提交给美国联邦法院的证词中 为近日的委屈门事件进行了说明 霍恩在这份证词中强调 尽管他最早在2014年春季 听说过有关于委屈方面的合规问题 但他当时对大众汽车 有意欺骗美国监管机制测试的行为 并不知情 他还称 为了保证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委屈排放测试软件 需要在美国联邦部门的 加利福尼亚州监管部门的批准 报道称 这份证词并没有详细说明 此次委屈门事件的原因 以及大众该如何解决此事 近日 缅因州一个20个月大的婴儿 克尔顿 因为接触大肠杆军而死亡 专家告诫广大父母 如果带自己的孩子去过集市 农场或者动物园 应该用肥皂水和清水 彻底清洗孩子的手 克尔顿的父亲说 自己的儿子在触摸农场动物后 感染了大肠杆军 最后死于大肠杆军的并发症 另一位同行的婴儿 也受到大肠杆军感染 目前情况稳定 麻省综合医院医生罗伊说 当孩子看上去非常虚弱 疲惫的时候 这些都是强烈的警示 应该马上带他们去看医生 随着美国新的量刑标准生效 数千名因为毒品犯罪 而入联邦监狱的囚犯 将在本月底获释 早在2014年4月 美国量刑委员会投票决定 降低涉毒案件的量刑标准 以便部分解决监狱拥挤不堪 和量刑过度的问题 新规原本只适用于 新的涉毒案件量刑 但后来也适用于 已经被判了刑的囚犯 数千名囚犯因此提起上诉 要求根据新的量刑标准 修正他们的刑期 第一批囚犯将在11月1日前获释 人数预计在6000人 在未来几年 将有45000多名联邦囚犯 有资格减刑 加拿大皇家银行日前 爆出员工保险欺诈丑闻 64名银行员工 因为涉嫌集体骗取公司保险福利 结果导致56人被开除 8人自行辞职 此案的策划者 是一名已经离职的 华裔雇员张国宪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张国宪曾先后在 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和皇家银行工作 利用自己分别在 两家公司工作的经历 直接或间接通过 中间人结识皇家银行的雇员 建立起一个欺诈网络 吸引了64名皇家银行雇员参与 骗取了超过33.2万保险金 张国宪最终被法庭判处 退还欺诈所得的12万元 并被判刑5个月 缓刑18个月执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天三天的短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在8月份起 进行人民币对美元 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 并一次性贬值大约2% 使得外汇市场震荡 但没有降低人们 在国际间使用人民币的意愿 反而更多人选择 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 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市场份额 进一步上升到了2.79%的记录高位 排名已经超越日元 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 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 同时当其他货币在8月份的支付金额 下降超过8%的时候 人民币的支付量却上升超过9% 有业内人士指出 鉴于中国扮演着地区 和全球商业中心的角色 因此进行人民币交易 已经变得十分关键 国境节后 内地两市如愿开门红 护指8号跳空高开 涨于3% 之后一路震荡上行 截至收盘 两市超过2300只个股飘红 近200只个股涨停 创业版今日势头强劲 最高涨幅超过6% 盘面上板块权限飘红 题材股爆发 受中国药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影响 中药概念股活跃 充电桩 国产软件等板块涨幅靠前 两市成交量对比节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明显放大 声望红源证券研究所 联席总监前其名表示 10月份受到美联储 议息和内地经济数据 能否触底反弹等 不确定因素影响 走势上可能呈现冲高回落的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四高收 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是暗示加息时间将继续推后 美股一扫早盘的低迷 在收盘前一个小时走高 我们来看星期四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四走势 早时开盘是一度小幅的 正反两方面的债幅盘证 那么市场是等待 美东时间下午两点钟 联邦主委机公布 上次一期的会议记录 那么公布之后 大盘也是短时间之内的债幅震荡 但是随后是持续稳定走高 收盘是三大指数 都是上升做收 而且道群斯平均工业 只是和标准PRO500指数 纷纷冲上了他们的心理阻力线 也就是道群斯平均工业 只是重新站上一万七千点 标准PRO500指数 重返两千点的关口 那么市场主要是看好 联储局的货币会议的记录 没有其他的令市场意外的 一些新的信息主台 市场主要是认为 联储局还是关注 全球经济增长状况 特别是中国方面的 经济增长前况 是不是会波及全球其他市场 对美国的出口造成压力 同时联储局也是担心 美国低通胀的现象 现在还是联储应该值得 高度关注的 那么既没有透露 在这个年之内 是不是会提升利率 国市场还继续猜测 接下来美国的经济数据中 和公司盈利消息方面的影响 那么十年长债收益率 在联储货币政策会议记录 公布之后 出现一个小幅的上升 而这个美元汇价 基本上是平盘震荡 总来说市场还是观望 气氛强测后进国联储的 会议记录已经出台 下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一系列的重量级的 公司盈利公布状况 以上是新四情况 风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数据消息方面 洛杉矶华美博物馆与香港东华三月合作 日前推出了名为 怀山批远香港 东华三院与华人前途文物展 向人们讲述了美国早期华人生活的故事 为表彰香港著名词善家 社会名流何荣申的妻子 香港东华三院 2013年至2014年主席 陈婉珍博士 对华美博物馆的贡献 以陈婉珍博士 童子金星商勋贤命名的展览 正式在洛杉矶华部节目 华美博物馆制有会董事长 阮桂明博士表示 衷心感谢香港东华三院 陈婉珍博士 童子金星商勋贤的 慷慨赞助与支持 东华三院旗下18所中学 分别抽调了优秀学生 前来洛杉矶参观学习 了解历史文化 展览开幕仪式上 东华三院主席何超霞女士表示 东华三院很高兴 能够与华美博物馆合作 借展览之际 让大众了解香港与美国 早期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是在早期的华人出外谋生的 这一段历史来说 是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也都是联系了在不同海外的地方的华人 和帮助他们将他们如果过了身之后 将他们的骨席运送回去乡下 去原籍安葬 当时如果是说北美来说 其实洛杉矶、三藩市、纽约 都是几个比较主要的城市 我们是跟他们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东华三院是香港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慈善组织 展览会展示了当年东华三院 为富美华人与后继者所提供的服务 其中包括便名、运输、商务、汇款 以及回乡归葬等都显为人知 主办单位希望借本次展览 不但让大家对美国早期华人的生活有所了解 更重要的是将历史文物传承 共后世参考 凤凰卫视、王福明、陆梦、洛杉矶报导 另外第38届南加大亚太博物馆中秋慈善晚会 近日在帕沙迪纳市会展中心圆满举行 南加州地区艺术爱好者和慈善家们 日前共居在第38届南加大亚太博物馆中秋慈善晚宴 今年的主题是缅怀过去、赞美未来 本届慈善业由红毯仪式、慈善晚宴 以及拍卖会等几个项目组成 各界社会名流受邀参加 华裔钢琴家陈瑞斌先生也出席了本届晚会 为慈善活动弹钢琴助兴 而今年拍卖会因为大量中国元素的融入而备受瞩目 亚太博物馆馆长寓于一身优雅的白色旗袍 和中国元素遥相呼应 他表示这次的筹款 所有净拍物品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包括资助帕沙丁那公立小学的学生进行教育活动 我们这个筹款就是来支持这些小孩 筹到的款上能够让他们有坐上Bus 然后到我们这里来看展览 然后做一些艺术方面的活动 ABC美剧Fresh of the Boats演员也到场助阵 11岁的小主角Hatson Young表示 本次筹款能提供给更多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 接受到更多知识 他感到十分高兴 之前我回到平常学校 我之前没有在节目中 我一直想去这些东西 我的学校会会持续高兴 所以我可以去 然后人们也帮助 我认为我必须要帮助 然后帮助他们 完颜红毯仪式 由美国Sino US中国风艺术协会赞助支持 六名来自美中文化协会艺术团的舞蹈表演者 为红毯嘉宾进行了传统中国舞蹈演出 吸引了嘉宾们的围观 这次美国Sino US中国风艺术协会 也是作为这次活动的 Red Copy Sponsor 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中国传统舞蹈表演 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推动中国舞蹈 在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些国际影响力 作为本届慈善晚宴的协办单位 美国Sino US中国风艺术协会 致力于服务美国主流社会和在美华人 已经成功举办过国家记忆图变展 好莱坞晚中华之夜音乐会 和洛杉矶中秋晚宴等大型文艺活动 在洛杉矶主流华人社区享有盛名 凤凰卫视 陆梦 雷飞 洛杉矶报导 另外 浮光山 希莱斯与惠蒂尔医院 及Walgreens药房合作 将于10月12日本周日上午10点 到下午2点半 在西莱斯二合堂举行 免费感冒预防疫苗注射 帮助民众于冬季流行性感冒时期 提高免疫能力对抗病毒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